哈喽大家好 这个频道专门讲解硬派曲风 包括DJ PRODUCERS 的介绍 以及硬派圈内的各种新闻 今天的主题是受到观众的留言 觉得蛮有趣才开始制作的 事实上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想跟大家讨论了 而这个主题 应该也是我做过最特殊 最犹豫要不要做的一集 慢摇快摇到底是不是硬派 首先我在这边看到一篇文章上面写 台湾的慢摇源起 这是由王博文所撰写的文章 那我们来参考一下 这边写说 其实慢摇在国外被称作Melburn Bounce 是真的有这个曲风 看到其他在描述慢摇的文章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慢摇这个名词是一种误用 上面写慢摇Dumb Tempo 虽然是一种音乐曲风 但绝非土海理解的那样 土海把所有的电影都叫做慢摇 慢摇实际上是指Dumb Tempo 最好是翻译成缓拍 是电子音乐的曲风之一 所以最开始其实是 误用了Dumb Tempo这个翻译 那其实Dumb Tempo这个曲风呢 你们现在所知道的慢摇 基本上完全不是同一种曲风 它是一种很接近 Chill Out的电子音乐曲风分支 所以慢摇这个中文解释 是完全错误的 我看过很多文章上面都写 是因为土海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电影无规则的都错误叫成慢摇了 所以我们对慢摇这个名词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错误的翻译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把看到的所有曲风都叫做慢摇 这是第一个要理清的事实 那再来第二个要理清的事实就是 半摇 也就是国外所说的Melbourne Bumps 那Melbourne Bumps这个曲风呢 它的特色就在于 弹跳的Kicks 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 是所谓第一上的Kicks 反正它很弹跳 然后它会有一些重复的Vocal 这种东西在国外的Melbourne Bumps也都会有出现 所以大体上来说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只有在台湾才有而已 只是说有非常多的producer会把台湾的歌 把它改成Melbourne Bumps的remix版本 所以就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在台湾很盛行 那是不是只有在台湾有 但其实不是 像是在国外 比如说Modern 5的歌曲也有被改成Melbourne Bumps 所以这种风潮呢 并不是只有台湾有意 这是第二个要理清的事实 在进到下面的阶段之前呢 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曲风 在近年来为什么会这么迅速的扩张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TikTok 抖音 因为TikTok它就是一个大家都懂 它必须要有一点 呃... 知道怎么讲 为了配合你的动作 它的曲风必须要有一些律动感 所以它有很大量的Melbourne Bumps 所以呢 呃...你会看到很多的Melbourne Bumps的圆曲下面 会有人留言说 呃...我是从TikTok来的 所以呢这个TikTok在对于这个曲风的推进 可以说是一个大工程 结论就是一部分的漫谣 基本上是来自Melbourne Bumps 所以在广义上来说 并不能算是硬牌歌曲 并不是你的BPM到了 它就可以叫做硬牌歌曲 它还是有最初它属于的曲风 那我们理解了漫谣它这个词汇的来源 以及部分的曲风是Melbourne Bumps 跟它的推动者之后呢 接下来要探讨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是现在的一些漫谣歌曲 甚至衍生出来的叫做快谣的东西 其实我不是很能理解 但是目前这个圈子里面 它的曲风变得非常的复杂 它会有Balance的元素 甚至是一些各种风格的Kicks 然后现在的BPM越来越快 到180BPM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类似French Core的风格出现 所以我必须说这个圈子呢 变得非常的多样 你会看到有些歌曲 它甚至有Hard Style的Kicks 所以就大提上来说 这个曲风到底算不算是硬派呢 其实你要问我 漫谣是不是硬派 但是漫谣它到底是什么 它包含了什么样的东西 它你说的是Melbourne Bumps的漫谣吗 还是现在所谓的 有Hard Style Kicks里面的漫谣 它的种类太多了 太杂了 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都有一些Vocal的重复 不管它是中文歌台语歌什么都好 它有一些Vocal的重复 它有一些效果音 它有一些炒热气氛的元素 所以你现在问我 漫谣是不是Hard Style 你要问我的是哪一个部分的漫谣 因为漫谣它是一个被误叫的名称 所以你要问我快谣漫谣是不是一个曲风的话 这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问题 我统整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如果你问我Melbourne Bumps那一块的漫谣 是不是硬派歌曲的话 我可以斩钉截铁跟你说 它就不是硬派歌曲 但是你如果问我那些有包含硬派元素 在里面的漫谣或是快谣的话 我会跟你说 我很难承认那个叫做硬派歌曲 因为我们所熟知的硬派歌曲呢 它的元素是渐渐的在进化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漫谣歌曲 我指的是有硬派元素的漫谣歌曲呢 它其实并没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 在Hardstyle的历史里面呢 每一块时间点都有它流行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时间点流行Sidestyle 这个时间点流行Broadstyle 这个时间点流行Euphoric 当然不是说你在这个时间代 你去做Euphoric就表示你不是Hardstyle的歌曲 重点的原因在于 如果你只是用同一个硬派的元素 去做所有的歌曲的话 那我没有办法承认 这是一首硬派的歌曲 我想这是它就算有包含这个元素 但是我不会去承认它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那我想大概对这类曲风的厘释就到这边 我认为不管它是不是硬派 只要有人喜欢这种音乐 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我来说 喜欢什么曲风都好 比较困扰的是 我不喜欢有人把所有的曲风都叫做电音 都叫做漫谣 如果你觉得分辨曲风很困难 订阅按下去 铃铛开起来 但你真的是硬派曲风 嗯